各位听众朋友 现在大家收听的是我萧梁用粤语讲述的《水虎传九文龙》第四回 除此之外还有我用国语和英语讲述的版本 以认世界文化交流的需要 敬请收听 话说黄晋母子二人 留夜潜逃 想说远离高泰卫的魔杖 于是就切发洗开两个官府派来的士兵 这两个士兵不知道投共美的吗 被人遣开了 现在走回来 发觉黄晋母子二人逃之夭夭 他们惊怕遭受连累 唯有报告泰卫府 免得上头责难 不能够 高球听见黄晋器官 带着娘亲潜逃 怒得不得了定 豈有此理 马上把黄晋二人的样貌传扬开去 荆州洞府 誓要捉拿归案 幸好黄晋母子走路在事发的前一天 所以公差无力赶上 追就即管追 预料亦难把二人追回来了 好了 且说黄晋母子二人 自从离开了东京城 在路上免不得饥餐喝饮 耶稣晓行 在路上已经走了一个多月 那忽然间有一天 天色将近黑齐 黄晋就挑着淡挑 跟着老妈子的马在后面 哎 天宫真是可怜我们了 可怜我们母子二人 走脱身难了 逃脱了天罗地网之灾 由这儿去延安府 不远的了 高太位 纵使使人来捉我 也不容易的 哼 当时母子二人 翻天起地 在路上 不经不觉就错过了 有客店住的地方 变了前不八十村 后不八十店 找不到地方住 怎么办呢 黄晋一个人就不要紧 最多睡山洞 老妈子就不可以的 因为正在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二人正在焦虑之间 忽然间前面 远远树林那边 咦 闪出 一点灯光来 黄晋一看 又来又来 这事没有死了 娘 我们大可以过去那边的人家 那时候 礼貌的跟他说 自己错过了客店 想借他地方住一晚 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 更多给他们那些银费 给他们租金 都说得了吧 哎呀 这就快点了 好了 既然主意打定 两母子就急着急着 赶往来到门口的树 各位 原来这一树是一所大庄园来 但是四围都是一大的泥墙 墙外呢 大概有二三百棵大楼树的 咦 那么多 黄晋当时 来到庄前 敲了庄门 最近有个庄客出来应门 黄晋马上施礼 庄客就问 你们来我们庄上找谁啊 黄晋当时 谨谨慎慎慎 说话 小小心心 是这样的 实不相瞒 小人母子二人 探走了路程 错过了客店 来到这些 正所谓前不八十村 后不八十店 上头贵庄借宿 一晚而已 明天一早就扯了 至于防租了 我们会照给的 希望周全方便 是呀 是呀 庄客当时 上下打亮了他们一眼 既然 你这么说 就等等先 我去问一下主人家 我去问一下主人家 先 好 我母子先下马 挑起淡挑 一手就拉着个马龙头 带着马 走进庄内 我们进去 小心啊 娘 行了 我会的了 我去问一下 当时来到草堂上 看到太公 这位庄主太公 差不多已经有六十多岁 正所谓素法佳白 正所谓素法佳白 头戴 擋尘暖帽 身穿一件 寬寬的长衫 腰帅 绑着一条黑丝顶 脚上呢 穿着熟皮靴 王俊上前 敬拜了 客人不用这么好例的 你们是过路之人 一路辛苦风霜 坐下再说 那王俊 顺务旨意人 就破了一声 坐下 太公当时 劣下自己下巴 故执白酥 你们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这么晚呢 王俊连望回答 是这样的 姓张 原本是东京人士 现在因为生意 虚本 生活紧张 想去延安府 投靠亲戚 想不到今天 贪行了路 错过了客店 正所谓 无处容身 就来借贵庄 却宿一晚 却宿一晚 眼上哪里有人 会背着自己的房子走的呢 先坐下 是的 你们两位都怕未吃晚饭 我现在叫庄客 马上和你们预备 没多久 草堂上就放上一张墙台 放下 一盘四味的蔬菜 大概有生菜 菠菜之类之类 一盘牛肉 然后呢 放上一些暖酒 款待王俊 母子二人 当时太公 牵扬一番 这套传落里面 没有什么相待 千奇没有见怪 王俊当时马上就站起来 两手前拱 我们母子二人 无故相扰 此恩难报 千奇没有不说 请先喝点酒 多谢 太公一年 勸了六七杯酒 然后庄客 才安排白饭给他们吃 当时母子两人 吃饱之后 庄客收拾本蝶 太公就带领他们 入房安歇 王俊当时 就想起一件事 是呀太公 小人母亲 所坐过匹马 相反寄养 希望给他多些草料 能够使他恢复疲劳 我扯的时候 一并拜祭 不用 我们这些书都有很多牛牛马马 叫庄客拖进后槽 一起喂养 便可以 放心 王俊 王俊于是便放下心头大石 庄客一方面 便拿些滚水进来给他们洗脚 然后他们便休息 好了 到了第二早 第二早 太公恩惠 是老人家 零四起得早 啊 是的 日头都出光了 那两位客人还没起床 又说要赶路 嗯 于是便走过去房间 拍门 客官啊 好起床啊 不早的啦 客官 那当时旁边的庄客也觉得奇怪 哎 应该要起床的咯 咦 喂 太公啊 你听一下 里面好像人生人那样 当时太公摆着耳朵 贴着到房门 咦 是啊 难道有意外 嗯 当时房门 咦 的声音不打开 只见王俊 露面飙了出来 啊 葬甚抱歉啊 太公 祖安 小人一早已经起了身的了 唉 夜来多多烦扰你们 甚敢抱歉 不过实不相瞞 母亲近日因为干马努顿 作业 心痛病 忽然间 发起上来 哈 啊 既然是这样 那又不要紧 你不用担心啊 叫你的娘亲呢 就留下在那里住多几天 呢 我有过 心痛的药方 在那里的 一人间叫庄客 一齐 入院城里面 撕下两剂 喝一两汤 就没什么事了 王俊 内心感激 口头上 唯有多谢 内心当然非常过意不去 内心当然非常过意不去 好了 华佑睡凡 自从王俊母亲病了之后 就每日吃药 五七日之后 哇 这么快脱 真是好 那王俊就开始收拾起行 那当日就来到后曹那里 看看自己的匹马先 看看隔了这么多日 有没有肥到先 如果还是这么瘦 就怕着熬不下去了 那他就走了出来 经过一片空地 只听见在那里 有人在那里 是在那里 咦? 有人在那里打功夫啊 各位朋友 又知后事如何 请听第五回